依我过去对他的了解 我觉得他是心中已经有心理准备 有有有 要当副手了 只是说你结束之后 你的地方党部跟中央党部 包括你身边所有的女人们 齐声抗议哭啦 呐喊啦等等 他才觉得说 我要对外去讲说 我被框了 我被骗了 是吗 所以现在朱立伦很多布局 是在针对明年1月13号的布局 当然 开始启动了 对 把朱立伦身边的人 一个一个放到重要的位置 尤其是立法院 他要把他重要的人放 你看这次立法院不分区的名单 哪个跟朱立伦没关系 哪个跟朱立伦没有关系 都有关系 每个都有关系 所以朱立伦正在盘根错节的布局 因为他这次当党主席 过去很多不分区名单都没有了 尤其兰也没了 没有啊 李德伟也都没了 那都吴敦毅部的局啊 所以说朱立伦当主席这段时间 立法院他抓不住 因为所有的人都是吴敦毅的人 不会听朱立伦 那可是这一次的不分区 几乎是朱立伦全部精心策划的 所以他说这是史上以来最好的 不分区名单 对对朱立伦讲当然好 千万个好 一百万个好 那你问李德伟好不好 你问尤其兰好不好 骂死啦 你问连吴思怀都说不好 没有人说好 只有朱立伦说好 为什么 对他太好了 他未来如果他可以继续 把他的主席当完 甚至连任党主席 整个立法院 到底是在韩国瑜的手上 还是在朱立伦的手上 你们这个不分区的 如果前12名是安全名单的话 对 你们的不分区的位置 是我给你的 你未来是效忠于谁 党 党说了算 如果你不分区不听话 你把你做党 这个所谓的党纪处分 你就不是不分区了 所以这12个写定 听朱立伦的话 然后区域立委这些人 所布出的局 绝大多数跟朱立伦 关系都不差 所以朱立伦未来在立法院 他才是真正在野党的推手 而不是韩国瑜 那有了立法院的力量 他又有了党的机器 那朱立伦2028谁与争锋 而且这一次的蓝白河 我觉得朱立伦是 布了一个精心的大局 就是要洗掉换柱的丑民 那个朱立伦被换柱困扰的 不堪其扰 永远他出来要换柱私心 那这一次侯友宜 我第一个我 我这叫做钱刚独断 推了一个最弱的侯友宜出来 然后我又把这个蓝白河演到最后一刻 必须要是柯文哲来破局 不能是侯友宜来破局 所以为什么侯友宜昨天 跟个小媳妇一样 这么委屈开这个记者会 还不能破局 朱立伦告诉他不能破局 不能破局 对外要展现我们国民党有极大的诚意 对不能当傅信翰 要也要当猎女 傅信翰要有柯文哲来当 那朱立伦的所谓的换柱的丑闻就洗掉了 谁说我自私 2024我无私无我 我推出侯友宜 从头到尾 我受尽了委屈 推动蓝白河 虽然在最后一刻 这个民众党背弃了我们 可是我们还是有洋洋大量 我们选到底 即使输也是顶天立地 所以朱立伦布的局 只为了一件事要洗刷掉他换柱的自私 然后让他2028能够更顺利地走进总统大选的舞台 所以朱立伦不简单 大家不要看朱立伦他为了什么 这么多的委屈 这么多的谩骂 然后不分区 你也动摇不了他放这些人的决心 而且把韩国瑜放进去了 所以大家觉得韩国瑜不是猪派人吗 当然不是啊 可是可以把他锁在立法院 不会认为柯文哲还副手去动用到 对 动用到韩国瑜的可能性 对 那韩国瑜 拦阻了柯文哲的副手 是韩国瑜的任何的可能性 是完全切断了 我锁住在部分区的第一名了 因为你去跟柯文哲配拿不到嘛 可是我放在你部分区第一名 你一定有 那个就叫做什么 买一张彩卷不用对讲 他一定中奖 一定中奖嘛 部分区第一名就跟买彩卷一样 买彩卷 你不对讲不用对一定中 一定中的 不分区第一名对什么讲 是 那叫做包中的嘛 一定中 那韩国瑜为什么不去 而且去了 说韩国瑜在立法院 也许是他政治生涯里面的 第二个高峰嘛 当到院长 是 然后即使是他在野长 可是他可以掌控整个 立法院的生态 可是他 这个全程大了 郭文明你可以想见的是 在整个立法修法的过程里头 如果他是立法院长的话 不得了 对台湾的影响会是什么 不得了不得了 那台湾的整个政治生态会大为改变 但是我讲嘛 朱立伦感冒这么大的风险 让韩国瑜进入立法院 甚至当院长 那朱立伦有没有管控机制 绝对有 绝对有 小军别忘了 立法院绝大多数的立法委员 是朱立伦的人 是朱立伦的人 所以 以韩国瑜的 以韩国瑜对于政治的投入 他哪会去管你什么国家大事 他哪会去管你什么台湾的走向 有饭局 有场子 有歌唱 然后前出后涌的院长好 他就开心了 至于说未来走向怎么走怎么推 朱立伦在推 整个政策的走向是朱立伦在推 所以说朱立伦才敢这么大胆的 让韩国瑜进入立法院 而且当院长 他很清楚 未来是我在操纵你 你操纵不了我 我把你韩粉架空了以后 我把你立法院的院长捧上去之后 所有的立法委员提案推案 拟案表决 是我说的算 所以朱立伦厉害 那你看党政全抓 2028 国民党还谁敢跟他拼 所以King Maker真的是在他 他King Maker是 历史定位应该在朱立伦 马英九 看起来马英九希望在两岸当中 扮演一个重要的协调者 因为他的出面之后 导致蓝白河想要历史流民 甚至在中国方面 可以获得某一种一个地位 应该很难的 他的如果这是一个执照的话 这个执照应该已经恐怕被吊销了 马英九对朱立伦来讲 是一个重要的演员 可是对马英九自己来讲 是一个失败的演出 对那因为如果蓝白河15号那一局 没有马英九成不了这一局 也就让人家看起来好像合了 好像合了 而且以柯文哲主席的说法是 那六条里面几乎全部都是朱立伦 一条一条空口这样说出来了 那就背好了嘛 否则谁这么厉害 早就拟好了 早就拟好都在他脑海里面 因为他说朱立伦进去 连手机都没有带 而且如果要做民调 我早就动员了 准备在家里等地方 那形同是另外一个初选的投票 早就在国民党的部署之下 赢得了一些优势了 而且我认为这一场 这个15号那一场四人会谈 在会谈之前 柯文哲跟朱立伦已经达成了某种共识 之前就已经达成某种共识 某种共识 就是朱立伦应该晓得 在与会的时候 柯文哲愿意当副的 这一点我是跟你想法是一样 我一直觉得这四个人的会面之前 跟从会面的当下 柯文哲夹在朱立伦侯友谊 跟马英九之间的神景 依我过去对他的了解 我觉得他是心中已经有心理准备 要当副手了 只是说你结束之后 你的地方党部跟中央党部 包括你身边所有的女人们 齐声抗议哭啦 呐喊啦等等 他才觉得说 我要对外去讲说 我被框了 我被骗了 是吗 他没有被骗 他是甘愿被骗 其实按照上周删的那种做法 柯文哲是甘愿被骗 他是甘之如頤 他的想法就差没准备出口而已 反正也赢不了 那我也不用再 为粮草的人担心了 每一场2000万3000万 我这一个打到 一列12号的决战之夜 柯文哲心里想 我不只花10亿 我可能花20亿 而且我突然之间 我赚钱了 我20亿都省下来 我以后就跟着 国民党的场子去搭就好了 柯文哲现在到现在为止 民众党的募款不会少 大家认为他很少 我觉得不少 可是跟国民党合作之后 你的粮草不用再烧 不用花 不用花 就是柯文哲现在的政治现金不会少 可是如果要来选总统 可能还嫌不够 可是如果不选总统 那还真不少 后面四年够用了 后面四年够用了 所以他希望把这个部分的政治现金 我留着后面再用 那现在就花你国民党的 那我就出一个人就好了 你要叫我柯文哲出席当副总统 对不对 车子你派啊 场子你摆啊 车马费你出啊 油钱我的人马全部都算你的啊 我都卖给你了 怕我就出一个人 你就出一个人 我不赔啊 我不赔啊 所以柯文哲当想法就这么简单 反正你们也选不赢嘛 我就陪你玩嘛 我也没伤到 等到选完以后侯友宜结束了 你回去当市长 我民众党满满的 侯友宜可能还会被罢免 极有危险极大 对那柯文哲避开了这个风暴 然后我跟你合 反正选完就拆复了嘛 选完没有选上 国民党跟民众党就拆复了 各式各的政体 那国民党伤痕累累 民众党荷包满满 我没有花掉嘛 我没有浪费嘛 在最关键的这将近两个月的时间 我一毛都没有花 我完全吃国民党 喝国民党 选输的算你的 1500万也不要我出 然后选举的行程 都不用我跑 然后小鸡呢 可以交互复选 我跟你合啦 所以我派出的11席这个 立法委员 你国民党也要去服选 侯友宜序你要顺便站场 所以她的想法就是 我不吃亏 可是回来以后 经过了黄珊珊跟陈彩一讲 那你全输啦 他为什么全输呢 他说国民党就算选赢了 一席都不会给 一个部会的位置都不会给你 因为按照立法委员的席次去分配 国民党极大化你 你这个柯文哲的民众党这么小 他能分给一个次长就不错了 还干部长呢 第二个 你这段时间虽然说你省了钱 可是你的募款就停了 因为你选择是副总统 你的钱就不会再进来了 然后你的部分区会减少 因为你的政党票 会被国民党给吃掉 那你的这个部分区减少以后 你民众党一以为赖的 就是部分区啊 你的区域力为人选上几个 你的部分区如果变成五个变三个 你不能增加 你连保五都保不住 他以后你这个政党早就不成党 柯的政治生命 跟民众党的政治生命 就结束了 而且你会惹来很大的咒骂 他说我想柯文哲一开始不相信 怎么会呢 我的柯粉对我的紧固性很高 一打开留言全都在骂他 全部都在骂他 包含了黄珊珊 包含陈志涵 包含柯文哲自己的粉砖 在上个礼拜三下面骂声一片 没有人联系 都是在骂 一直到了柯文哲哭了 骂的是他愿意去拘复首 骂他懦弱 骂他欺骗 骂他说不是要走到底吗 不是要改变台湾吗 你为什么要去跟蓝莹妥协 下面骂翻 所以显而易见 只要柯文哲靠向国民党合作的话 他底下的支持者 属于比较中间选民 甚至潜力的部分 跑掉 一定会跑 一部分会跑 那我觉得很奇怪 国民党找柯文哲合作 难道没有盘算到这一点吗 你要带枪投靠 要带资源 后面一大堆的群众要带过去 对侯友宜才有用 侯友宜难道找柯文哲 你没有想到这个效应吗 那你要柯文哲干嘛 一块人有用吗 侯友宜没有想到 侯友宜没有想到 但是朱立伦早想到了 朱立伦早就知道了 朱立伦也很清楚 就算侯柯配也不会赢 可是我一定要让他配 我一定要让他配 让他知道我尽力了 我党主席尽力了 谁摧毁了 蓝白河 不是我们 我们展现的诚意 我们诚意 我雍容大量 我是这个无私无我 所以朱立伦一直在讲 有党无我 国家 党最后是小我 错 反过来 小我摆最前面 这整场戏 是为了帮朱立伦铺陈 洗掉换柱的恶民 而且也几乎做到了 现在国民党在内部 因为柯文哲的出耳反耳 本来是骂朱立伦的 现在朱立伦 阿玛的声音变小了 阿玛的声音变小了 没错 然后马英九的角色也用完了 对 你这个捅哭出来 捅哭捅破了 更早退出的是 金普聪的角色 完全不见了 金普聪不见了 金普聪应该就 你们去弄吧 我不管 所以说整个侯友宜 我觉得侯友宜 是国民党史上 最可怜的候选人 但是他却是朱立伦的贵人 如果没有侯友宜 朱立伦的幻柱丑名 洗不掉 但是现在几乎大家 慢慢忘记朱立伦幻柱了 就连红色的猪都跳出来说 朱主席很棒 无私无我 对不对 那你看朱立伦高不高兴 朱立伦要的是这个 因为他早就把他的眼光 放在2028 而不是2024 那侯友宜只是一个出来 过场的演员罢了 所以侯友宜昨天那场 我觉得他唯一还可以翻转他 就算输 也是秉天立立 就是昨天 可是他却软回去了 他昨天 我本来 其实我很多身边的朋友 都还是深蓝的 他说侯友宜応応应起来了 像个警探 像个探长 出来对不对 义无反顾 选到底 柯文哲于事往破 我们各走各的路 我们都是为了中华民国 我们兄弟爬山 各自努力 漂亮 可是后宜没有讲 他一出来面对记者 是一副嬉皮笑脸 嘿嘿 稀不笑我早点说 不要急 我马上就说 失望啊 我要的是探长 你给我个小丑 对不对 我要的是铁汉 你给我个无赖 那大家对于这个事情 是超级失望跟沮丧的 因为我们本来研判呢 柯文哲跟郭台铭之间的互动啊 我是这样子认为啦 有可能柯文哲在郭台铭 在双方面互动里头呢 他从郭台铭身上 没有要到什么样的资源 郭台铭也会精心盘算 对郭台铭来讲 如果柯文哲开口 要个五十一百亿 郭台铭如果盘算之后呢 他认为值得给 这个对郭台铭来讲是 小事 真的是九牛一毛 小事 是非常非常小的事情 但是很显然目前为止 还悬荡在那个地方 有可能柯文哲在郭台铭的 粮草方面没有要到什么 也代表是郭台铭大概也不愿意付出什么 如果柯文哲在郭台铭身上 没有拿到什么的话 说真的 郭台铭的想法我就是有钱 我就是粮草 但是我就是不给 那不给代表是什么呢 今天下午粮一点半 赖佩霞公开行程 要到中选会领表 所以领表之后 现场发表简短声明 这是代表要参选 要参选 要参选 想不到第二个登记的居然是郭赖 是郭赖 真的 我们一直以为第二个登记的 还是说赖佩霞去哪 是柯赖 有没有可能 柯文哲当场就说没有这个 柯文哲昨天就说了 没有柯赖这个盘算 没有柯赖这个盘算 完全没有 所以如果赖佩霞去领表 应该郭董要登记了 我想这是一个负责任的做法 否则你搞了103万 最后中选会认定90万票 你告诉我最后不选 你怎么交代 郭台铭去选 会给蓝营选民一个很大的启发 郭董都敢了 你侯友宜在怕什么 郭董都敢独立参选 你有一个国民党在请你 你侯友宜在怕什么 所以如果侯友宜落在郭董以后去登记 是 侯友宜就完完了 侯友宜就完完了 变得很多国民党支持者 可能会去投郭台铭 因为人家像个男人嘛 像条汉子 对 没有国民党的支持 没有民众的支持 我自己联署 90几万过关以后对不对 我自己登记还是第二组 现在第一组赖萧沛已经成型了 对昨天去登记了 目前唯一看得到成型的就是郭赖沛 那因为侯跟柯不知道你的副手是谁 所以说如果当郭赖沛是第二个登记的 对 那柯跟侯都完蛋了 那我觉得如果郭赖沛成型的话 很显然我老子有资源有粮草 但是我不会给你柯文哲的 不会 柯文哲现在如果他的起心动念 真的选不下去了 弃选不行 但是我好歹去选 但是败选之后的罪名不再 责任不在我身上 所以最有的可能 真的就成为侯友宜的副手 是不是这个是一个侯柯配 可能性还是有的 如果郭董跟赖沛先去登记了 都已经登记完成了 然后侯柯再结合 我觉得这已经一文不值了 已经一文不值了 一文不值了 对就是本来是要 郭、柯、侯三个人才叫做 真正的蓝白河 现在郭台铭如果已经去登记了 那我觉得侯跟柯也不用坚持了 因为破坏蓝白河的人出现的是郭台铭 不是你们两个 所以你们两个都不是 都不是负辛亥 你们两个都是猎女 你们就去登记吧 就两个猎女去登记嘛 那到底是两个人结合成一组 还是两个人各分一组去登记 我觉得那个胜利的契机已经跑掉了 这段是人录像细筹 我只是在泡槽小装 我只是在泡槽小装 没看到这是很好的 不然 就像你阳光 我也是人录像绿色的 又是做到 那样的 我只是见到 我也是在泡沙 我还有泡沙 我不是这么不错 我只是这样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